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话说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昨天开记者会法兰扎 连环向美国总统特朗普 和台湾的外交部挑机 斥责台湾外交部 包庇种族歧视的言论 这件事仍如波未了 在今天较早的时份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 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 在会上他们公布了一则消息 原来他们发现有大陆网军 假冒台湾网民 去攻击谭德塞总干事 就在谭德塞点完台湾外交部的名字以后 Twitter上出现了一堆账号 他们说一式一样的东西 他说什么呢 我是台湾人 我为台湾人这样恶毒攻击谭德塞 而感到无比的羞恥 我代表台湾人向谭德塞道歉 就说要向谭德塞道歉 而且下面还有些说话 就说记得大家扮得迟一点 最终就有超过100个Twitter帐号 在这里不停retweet 即是所谓散步出去 forward出去 至于谭德塞声称说有台湾网民持续人身攻击了他超过两三个月 台湾的法务部调查局就说 至今仍未找到相关的文章 反而在网上出现了假的道歉文章 显然是有心人刻意去凌造台湾民众曾经攻击过谭德塞的假象 实际这件事若然法务部调查局所说的说法是属实的话 就摆明是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 就是要执台湾食这只死猫 使他背上种族歧视的恶名 实际在谭德塞开完记者会以后 在美国的舆论里头就不是一面倒 有相当部分的人都去支持谭德塞 反过来就斥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台湾外交部 这些就是陶杰经常口中所提及的 即是左交或者是美国的左派 这些人的思维相对是liberal一些 所以一听到种族歧视 有理无理就先反对了 他都不去查证到底是否真实发生了这回事 好在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开记者会及时 趕快和这些言论撇清关系 不关我们台湾事的 完全是大陆的网军在书搞过 否则的话 当这个矛盾越踩越深越来越撕裂下去 到其时有理就说不清 现在及时你先去指血 说明我们有反对这一类言论 而且这一类言论完全不是台湾的网民作出 那你就可以使得那些人没有声出 使得那些人不能再拿着这个偽议题去插你 实际这个记者会真的开得够及时 你一方面又可以澄清事实 一方面又可以消解误会 你就使得矛盾不会加剧 不会一直去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 才再说这些记者会 到其时就迟了 那些人就会说你 你只不过是不认仗 你只是推诿于人 现在你在这个很早的阶段 很前期的阶段来指血 我觉得是对的 实际是去扮鬼扮马 也不仅是对于台湾 香港的讨论区 或者是Facebook 也有很多分身 或者是操作的网军 实际都有 总之做一大堆假的东西 或者做一大堆扮激进的言论 专门去分化你那些黄尸 黄营 香港也有很多 那些言论的目的就是 使得你那些反对派内部 是出现撕裂和矛盾 继而分化下去 我可以从内部把你这个力量瓦解 所以大家当看那些言论的时候 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提高警觉性 千万不要让那些友仔有机可乘才行 台湾的法务部调查局 有这个发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昨天又力支持台湾 台湾早前捐赠了200万个口罩给美国 礼记里头也说到 礼上往来 往而不来 非礼也 来而不往 亦非礼也 故此收到台湾的捐赠以后 蓬佩奥国务卿 他又有些东西要赞上台湾 到底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 台湾的有效管控措施是全球典范 真正的朋友 真是会忧戚患难与共 很感谢台湾捐赠这200万个口罩 与此同时 美国的高级官员 也是敦促世卫组织的领导人 要邀请台湾成为世卫大会的观察员 因为世卫大会其实每年都会举行 台湾在马英九总统主政的时期 由于得到了中共的首行 故此他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 就是世卫大会的观察员 后来蔡英文总统上台 将台湾浮走 在目前台湾能不能重返世卫组织 成为了中美两国交锋的其中一个战场 当然美国就要向世卫组织展示一下颜色 国务卿冯佩奥就说到 自从你世卫组织1948年成立以来 资助你这个组织运作的最大资金来源国家就是美国 在去年美国就为世卫组织捐欠了4亿美元 金额就是第二资助国家的两倍 而且就是中国资助金额的大约10倍 那蓬佩奥就说了 你这个国际组织是必须要有效运作 而且是必须要交付到预期达到的成果才行 就不单只是世卫组织 所有拿美国纳税人钱的国际组织都必须要交付到成果 并且要顾及美国的利益 世卫组织目前并没有达到被预期交付的任务 实际就是说话给世卫听了 其实就是特朗普总统前几天的 《世卫以中国为中心》的论述 进一步的传释 进一步的展述 换句话来说 即是在警告世卫 如果你还是继续这样 凡是以中国马首是瞻 凡是只顾维护中国利益 而漠视世界各国的利益 那你就不要怪别人 说一句 流下山水喉 除了蓬佩奥说话以外 连国务院的发言人都说到 你这个世卫组织太迟发出警报了 而且对于中国也表现得太过尊重了 你又不是怎么参考台湾的意见 美国对台湾的资讯又被扣起了 又没有通报到全球的公共卫生界 令到我们心表不安 接着这个国务院发言人来了 批评世卫再一次将政治凌駕于公共卫生之上 你世卫自从2016年开始 就一直拒绝给予台湾正式会员的地位 甚至乎连观察员的地位都没有了 裁切了 你世卫这个行动 其实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的 台湾和中国只不过是一海之隔 但是台湾就有效地成功防控 没有出现到大爆发的情况 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 其实他就是和特朗普总统 和蓬佩奥国务卿 他们所说的说话 是如出一切 就是警告世卫 你不能够再将那些问题政治化 其实就是将谭德塞批评特朗普总统 那番话反弹回去 因为谭德塞开头就说 你特朗普将那些疫情政治化 这样搞不好 现在就告诉你 你才是真正将那些问题政治化 当然中国看到自己的头马 谭德塞 被你美国和台湾 连环地反击 他也不会被你任务 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又有话说了 他对于谭德塞 在这次全球抗疫中的领导作用 表示肯定 谭德塞是秉持着客观科学公正的立场 为了协助各国应对疫情 推动国际抗疫合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 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认可和高度的赞扬 所以全世界有两个时空 一个是我们普通人的时空 一个是中国特有的平衡时空 他说谭德塞得到国际普遍的认可和高度赞扬 似乎世卫说的那些指引都没有什么国家去跟从 你根本是在脑点人 好了 现在你们还说他得到高度赞扬 谁去赞扬他 日本现在的课金第二批都未到位 本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打算继续搞东京奥运的时候 把第一笔课金送抵到世卫组织 换来谭德塞对安倍首相的赞扬 就说日本的防控工作做得好 使得安倍首相的民望就反弹了 但是现在东京奥运都说要延期一年 那还货金给你把鬼吗 故此这件事都可以反映得出 其实世卫组织就已经变成了中美交锋的第三个平台了 第一次就是贸易战 最终谈定了 首阶段的贸易协议签完之后 中国似乎还没有履行买货的承诺 可能现在正在买 不知道什么时候买 第二次就是媒体战 就是驱逐美国的记者 然后又驱逐中国的记者 第三次就是外交战 外交战的战场 就是在世卫组织的时候 台湾就变成了中美两个大国 互相制衡对方的旗子 这一节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